第十二章 懷孕的婦人 天上宴出大義將來 有一個婦人 身披日頭 腳踏月亮 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懷了人 在生產的奸難中 疼痛呼叫 大紅龍要吞賦人的孩子 天上宴出義將來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她的尾巴 拖拉著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率在地上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她生產之後 要吞吃她的孩子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 是將來要用鐵杖核管萬國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寶座那女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 在那裡有上帝給她預備的地方 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天上有爭戰 龍就被褻於地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 米加勒和她的使者與龍爭戰 龍也和她的使者去爭戰 並沒有得勝 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大龍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她被褻在地上 她的使者也一同被褻下去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 我上帝的救恩 能力 國度 並她基督的權兵 現在都來到了 因為那在我們上帝面前 昼夜控告我們弟兄的 已經被褻下去了 弟兄勝過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須治於死 也不愛惜成命 所以 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們都快樂吧 只是地與海有和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後不多 就氣憤憤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撫養婦人一宰 二宰半宰 龍見自己被褻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於是有大嬰的兩個翅膀 賜給婦人 叫她能飛到曠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她在那裡被養活一宰二宰半宰 蛇袖在婦人身後 從口中吐出水來 像河一樣 要將婦人衝去 地卻幫助婦人 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 龍向婦人發怒 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 這兒女就是那首上帝戒命 為耶穌作見證的 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對大家有興趣抱餛 tomorrow